好像這段路就比較好騎 你看沖上有個軟絲怎麼沖 這是有技巧的 技巧在哪裡我們來教大家 中國已經學到了 這個軟絲真的不好騎 這個精英組的人是每個個都可以過關 大家看到這個軟絲大概有些人就軟腳了 大家就下來推車了 其實在騎這個的時候真的 這個每一個人真的是膽大心細 你在操控的過程怎麼樣收放置如 這個女孩子是夏波賽的冠軍 夏波賽的好手這個女孩子 夏波賽好手不然有沒有人想 他們說這個夏波賽的好手 但是他碰到偶然絲也要 也要試一下 對 我們小翠的成績 我們小翠的成績很好 小翠大概他可以騎到一半 我們執行製作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他的畫面 不知道他有沒有剪 你看汽車在跑的 你看這個自行車它這樣可以這樣子 往前進跑 所以以前我們台灣的河川到了夏季 有時候不是都會乾河嗎 然後大家就講說 我們可以來辦一個河川的鵝卵石碑 然後我們其他的人都會講說 到時候摔得很嚴重 那應該蠻好玩的 好玩 鵝卵石碑 鵝卵石真的是挑戰相當大 鵝卵石的挑戰 難度很高而且又滑 而且你看這個 我們說話大家都要繞 我們這邊說衝下去衝下去 我們在辦 結果沒有人衝 會有一個人他試圖要衝 是 下了前輪他就 還是上來吧 為什麼 他們說 這個車子是自己的 如果車子不是自己的 他們 就給它滾下去 大概就很勇敢的往前衝 因為不知道下面的狀況 對 其實在越賽的時候 他們會要求就是說 你一定要下到這些障礙上去 會不會有障礙 不會 你可以選擇 通常都是說 因為有難易程度 還有選手為了要成績 所以我們在路程設計上 有時候都會有不同的設計 那你可以自己去判斷 這段路你是要飛過去 還是要騎過去 還是要下 下 就是選擇你最適合的一個對線 所以說我們在講說 有些是不夠專業 不是這樣講嗎 不是不是 其實有時候飛起來 雖然飛得很好 但是成績可能沒那麼好 就是你自己 其實這個 飛起來了 這裡也一樣 大家這樣 導播我們可以聽一下聲音嗎 我們這個攝影大哥 就叫他飛起來 你聽聽看 我們這個攝影多殘忍 好 飛起來飛起來 飛起來 飛起來 不會啦 不會啦 不只攝影啦 其實所有的觀眾看到他們在騎這種車的時候 都是這樣 真的不厲害 漂亮 然後就是越 大家觀眾聲音越大 就大家會感覺越嗨 那騎越野車呢 就無非嘛 也是酷炫 所以呢 觀眾沒有問題 越喊大家越開心 我覺得本來就是這個加油 就像 繁發在旁邊你媽這樣 對 這個他就 他速度要下去 他被我們鼓勵要下去 他說不行啦 不行啦 不行下去 好 這個真的是蠻深的地方 真的蠻深的 後面的女選手提醒他說 要走這條路 走這條路才對 好 那當然真的我覺得 你看這個是我們的精英組 對 結果何姐姐看他們 他們都很聰明 他們要其實在騎過程中 要判斷地形 找最好的路 能夠爭取最佳的時間 對 全如你講的 其實我喜歡這個登山車 他們穿這種蠻好玩的 蠻 比較花俏 比較自由一點 比較自由 這是吉安特的總經理 好 吉安特的總 然後我們看第一名就是 這個亞軍是一個外國人 他是一個英文老師 然後第一名就是 這就是李育翼 李育翼 車椅很漂亮 長得蠻帥的 旁邊那個是中部豐田的 這個車隊來報名的 他叫做林順元 當天這樣報名參加金金組 也拿第三名 所以呢 有沒有引起其他選手 覺得有點抗議 對啊 他們覺得真的不簡單 真的相當不簡單 這就是我們現在 目前的最佳好手 夏浦賽全國冠軍李育翼 他獲得了第一名的成績了 何姐你看這樣好過癮 對 看起來也很緊張 就是看到他們這樣子飛 這樣跳 然後在這樣路線上面 這麼輕鬆自如的 就可以過去 我覺得蠻危險的 其實其林道的話 其實看他們我倒不覺得危險 等一下看小翠會不會感覺危險 就是說一般其實 專業的選手 他們就說這些騎乘 跟表演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在欣賞 對 但是如果是屬於市民 或是說比較沒有經驗的時候 我們就會比較擔心 他就慢一點慢一點 或是怎麼樣 就會有一些希望他的技術 是很OK的 其實小先生有開玩笑說 他說其實騎林道 旁邊都沒有大車小車 就是你自己跟大自然 反而安全是嗎 他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下 比較像他覺得反而是安全的 其他護具穿好 其他都應該算是蠻安全的 好 OK 我們先進場廣告 待會兒大家想出街的朋友 要體驗的話 在這邊他會怎麼教你呢 這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待會兒來看看 怎麼樣出街把你訓練成中街 你滾進口 紅頭的按摩樂 真正有好 正在跟金鳳的中方 會是什麼正經 三十幾年前 你對我花眼看見 三十幾年後 你去玩是沒有改變 我跟她的女生已經過世了 文貴跟小嫻 會如何獲上鼓勵 牽手做回打拼 我哪有課不過 你別人怪我 雷魂在冠心 有什麼最新的進展 爸 我回來了 晚上八點 請看的面是 娘家 什麼 撒大拳馬斯利 竟然當眾裸體 他們的局情是說 把圍裙脫下來 砰 妳娃娃跟妳拚這樣 好 圍裙就這樣 撩起來了 圍裙的衣裙都撩住了 圍裙我們要看是不是 有需要 有需要 每晚七點半 一定要看民視相遇果佛 上班族九座辦公室 措私不良的危險因子 導致脊椎健康危機 早安活力夠健康 體重派 邀請脊椎神經專科醫師 幫您追回正確警態 每週三早上八點十分 早安活力夠健康喜好拍 為您的保健加把勁 幸福學分班 看好書 種好書 手機簡訊編寫HAPPY 傳送到8086回答問題 就有機會拿到旅遊書北海道 或勵志書當機會 被我遇見 心動就趕快行動 他們兩個中的是 你好 你好 你好健 你好物質 關起來 我姓孫名上香 沒有辦法 可以破董族社的局了 但是 只能救一個人喔 每週五晚間十點 民視終極三國 賽洋獎巨頭登板打虎 沙巴西亞力拼第二勝 決戰老虎王牌 韋蘭德 週二上午6點55分 楊基對戰老虎 請鎖定民視頻道 現場直播 美國聚辦看城市 由雞樂贊助播出 單車騎雨 單車騎雨今天帶大家幹什麼呢 今天帶大家去曬太陽 騎越遠車 走Overroad 騎這個Mountain Bike 其實刺激性相當高 正常講說現在人 工作壓力大 心情不好 要解放多一點 而且騎這麼一趟大概幾分鐘的時間 我們剛剛講到繞一圈 如果成績好的人 大概四分多五分鐘 對大概一圈一點多公里吧 而且這樣一圈 就把這個壓力給釋放了 一圈你可能會覺得不過癮 下去以後可能會兩圈或三圈 多繞個幾圈 如果說你想有個即時的壓力釋放 它倒是一個很棒的活動 好 我們繼續來看一看 其實我們每次在講說 我們都要給大家建立一個 初級的朋友 他也可以去輕易地接觸 所謂的Mountain Bike 我們就看看其實在這次 幫我們示範的 政府那天因為身體不一樣 我一樣 所以說我們請我們的指引製作 小翠下去幫我們做了一些示範 當然是大家一起的體認 這是媒體跟一般車友旁的一個體認 而且你剛剛講了 其實在一般體認的時候 安全就相當重要 對 沒錯 車子調整都相當重要 好 所以他們也是出發前 先做一些說明跟解說 對 而且這張車 他們的車架是要稍微傾斜一點 因為他們有時候會站在這個地方 他剛剛講的 車架要距離下方2到3公分 2到3公分 你看這都是我們教 所以他通常都會比較下斜 我們教大家的基本功 是 沒錯 這都一定要 然後安全帽一定要 安全帽 互吸互走 所以我剛剛講說 剛剛那個精英組的部分 其實他們都沒有帶什麼護具 對 因為其實對他們來講 這個行程並不會那麼難 但是對我們初學者 你要進到這個林道裡頭去 它是又有一些特別設計的路程 對 那就需要去做這樣的一個 其實從帽子 手套 護肘 護膝 他們只有四個地方都不要露出來 對 避免到摔倒的時候 整個就大家都摩擦到了 那課程剛開始 就要先讓大家挑車子 按照你的身材來挑車子 這不錯 車子在那邊 平常都有準備著 所以一般人去體驗 都可以去租借這個腳踏車 為什麼說是MESTRO這個體驗 因為他們的MESTRO雙避震器 是他們的一個設計的 對 算是它的名字了 讓你去體驗一下 他們這個技術的一個呈現 好